HELLO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裝直播分享的車款 是 B&W 的二系列 這台的話代號是 F45 二系列的話其實有二驅或前驅 這台 45 的話它是前驅的車款 是 B&W 車系裡面比較少數的前驅車款 也算是一台 Wagon 車款 五門的車款 那它的前面的話呢 預計等一下降低下來的 剩下前後都剩下兩指幅左右 這台我們沒有拍過攝影或者是直播 可是有安裝過 它的最高車高呢 前面可以到兩指半 後面的話最高可以大概到 也是大概兩指多 那最低的話後面的可以到達輪胎跟S版 是切齊 前面的話也是一樣 它的後面算是一個多連桿 簡易式的多連桿 那前面的話是獨立式的麥華城 那這台的底盤架構其實跟 Mini Cooper的 F56 還有引擎的話呢 很多都是共用的 算是一個軟生車款的概念 就像是Infinity 的 Q30 跟 W176 A-Class是一樣的 這些都是前驅車的公用車款 那後面的彈簧配置 我們配置的是六點多公斤 它的後面彈簧跟電池是分開的 預計降下來的車高呢 是大概兩指幅左右 所以它的彈簧呢 比較偏向直點 所以它的彈簧的長度呢 是比較短的 後面的筒心 它的是比較偏向直點的外側 那它上座的部分的話 它上座其實在這裡 有一個很大的上座 沒記錯的話 上座的零件應該是跟 F 系列 F 系列的 F30 之類的公用 前面上座也是一樣 它的阻尼調整呢 設計在上座的下方 從這裡呢 就能夠做軟硬的調整 順時針的話 走這個方向 順時針呢 變硬 逆時針變軟 那這個是一個專用的 防塵套 防塵套裡面其實還有一顆饅頭 這個角度在這裡 所以我們的這台車呢 前面還有後面的上座呢 是需要沿用的 車高的調整從這個地方 它的筒身的長短呢 只是來改變行程 改變的這個自由行程而已 所以簡單來說呢 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不要把後面的彈簧呢 預載過多 後面條這樣好像會太低 等一下跟失誤說一下 這個是後面前後的避震器 前面的話呢 這個是在前面 後面的話可能使用了 大概十來萬公里 所以後面的防塵套 還有上部的一些緩衝橡皮 已經有破損的狀況 車主有反應後面有異音 應該看起來 統身的作動是有衰退 但是比較像是這個防塵罩 上下作動的聲音 前面的話呢 需要把離載串呢 需要改短 需要把這個離載串改短 所以呢 我們也有附離載串 離載串呢 就會用我們所附的比較短的規格 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所配置 畢竟這台也算是一個前驅車的修旅車款 所以前面的彈簧呢 我們配置的是大捲式的彈簧 它是配置7公斤 那這個是因為固定點的下移呢 所以它的離載串的固定點往下挪的時候 離載串的長度呢 也會同步縮短 我們會改成短的離載串 那前面上座呢 是因為大捲彈簧要配合原廠上座 所以前面的上座呢 是需要沿用原廠 那這台車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一些油管架啦 還有ABS感應線呢 它的位置呢 就原廠就固定在仰角上面 所以這些都不需要再做設計 這台應該是柴油 它的前面上座在這裡 前面上座呢 應該算是一個上來說 應該算是有四顆螺絲啦 上座的三顆螺絲再加上拉桿的一顆螺絲 這個設計的話就跟F30系列是一樣的 那阻尼調整呢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順時針變硬 逆時針呢 變軟 那這個車款呢 因為要讓它的彈簧 上進的話加大 所以它的設計呢 我們是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還有沿用原廠的軸整 基本上這一台都還是原廠的啦 就只有來改裝避震器而已 所以輪胎鋁線的規格呢 都還是維持16寸的 這是車頭 它的有一個水平感應掉架 在前下方的離載串 這個通常是HID大燈的水平感應位置 這是前面的防晴桿 前面的防晴桿 連接的這個就是離載串 因為原廠的固定的離載串點比較高 那改裝之後呢 如果一樣坐在這個地方 就有可能側高降不低的狀況 所以呢 我們設計的比較下方 那比較下方之後呢 就會附一個比較短板的離載串 我們都有附這個沒有在另外加價 就包含在一整套的kit裡面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 並不是靠上部的彈簧預載 來改變車高 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是把這個齒輪狀的托板把它懸鬆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話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的話呢 車高就是變低 所以並不會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那也就是說 它調高或者是調低呢 整體的乘坐感覺是一樣的 那這台是前驅車 所以傳動走 BMW比較少數的前驅車種 這是後面的懸吊 它輪胎的規格 都還是維持原廠16吋 205、60、16的規格 所以今天單純是變電器損壞了 要把它換成KT改裝的高低、軟硬 都可以調整的版本 我們廠裡面也都有試乘車 如果車友們呢 有對KT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有需要試乘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BMW F45的安裝直播分享 那謝謝大家 掰掰